今天终于结束了几天比较密集的剧组的通稿 然后我今天就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 犒劳一下自己去吃一点辣的东西 我前几天的时候 我经纪人在群里分享了一个小视频 然后就说有一家餐厅可以去吃辣 最能吃辣的人就可以上他的那个榜 就是在那个墙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就决定去试一下 希望自己可以成功上榜吧 我就是这么有好胜心的一个人 对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那个防晒神器 是我进足了之后 实在人无可忍之后买的 就是非常的逼光 现在在车上一关上门 关上车门就是天台 我早饭都没有吃 就是为了等着一顿 好吧其实我是睡了个懒觉 对 真的最近还挺顶天立地的 就一直都是天地场 天地场的意思就是 第一场到最后一场都是我 就是一整天 最近比较赶就还挺累的 所以就希望 能够稍微休息一下一下下 等一下我要在这个位置 上海最能出来的人就是我 他这个名牌是现场就能够做的吗 现场发一个奖状 那个名牌又要集齐 好多人得一起去做的 好多人一起去做 真的 就是过一阵子 过一阵子 对 所以他那个菜 就这个 这个牛蛙 就这个牛蛙 对 很多吗 大概三只牛蛙 三只牛 就三只牛蛙 对 就这一只牛蛙 说真的 我现在觉得这个 挑战是不是有点 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就吃三只牛蛙 就会胜吧 你不要这菜你不用吃嘛 我不要吃肉就可以了 就这样 听上去很简单嘛 就是吃一盘菜 要一个这个牛蛙 然后要一个这个粉蒸排骨 莲藕汤 以防我等一下 来 那我们要两个凉虾怎么样 来一下 来来一个豆皮 我想在这边说一句话 全上海对你吃辣的人 谢谢 吃了 哦 哈哈 我真的是发现 就是泡澡真的会让人 气血变好 我现在就是完全 一点啥东西都没泡 就感觉 唇色就 很OK 像我 以前 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是唇色就很深 发屋 发子 先吃 讲实话它这个粉蒸排骨一上午 毫无辣味 这个餐厅真的是吃辣的餐厅吗 这粉蒸排骨感觉像在吃粽子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连你都这么说 这下点都难 辣的翘好了 这是这个吗 需要我一个人吃吗 对一个人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到我吃呢 这就是传说中会上榜的 跟我同样的手势 它是有辣味的 它是那种后劲的辣 就是刚吃了可能不会感觉到啥 但是它是会有后劲的能力 它是有辣味的 就是它那种一直吃会辣的 但是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在这个面前 它是一样的 但是 이面前 就是 University with 都没努力 这个面前 就是整个面前 以外来 课计之间 就是外回的 就是外费 然后我们要去过 dip vedere varon 對但是他肯定是辣的 他不辣也不可能 總之類似 hä嘴巴濾光 他是辣的 我承認他是辣的 毫無辣味 這個餐廳真的 success 吃辣的餐廳嗎 什麼呗 需要垫着这个和猪汗 就是边吃边流汗的那种 为什么要做这个挑战 就三只牛啊 听上去很简单嘛就是吃一盘餐 说真的我现在觉得这个挑战是不是有点 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真的这种挑战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我为什么要做呢 我就是想要山那个墙而已 就不就吃完了 我真的还花了挺长时间吃这个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吃完了这个据说是最辣的东西 然后肉眼可见的烧了肿 因为是真实的流了好多的汗 然后喝了好多的水 最后 得到了这么一个 来之不易的奖状 对 上海最能吃烂的人 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做这种挑战了 但是还是很开心 我成为了上海最能吃烂的人